男人到了中年,可能对于感情的看法更加成熟了,他们的喜好与追求有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选择伴侣时,他们会考虑现实情况,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盲目了,而是目标很明确。 那么,中年男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多半是以下三种女人,别不信。 一、精致漂亮的年轻女人,她们很心动,在视觉上,中年男人,往往难以抗拒精致漂亮的年轻女人,年轻代表着活力、朝气和新鲜感。 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逐渐缺失的,而且年轻女人的皮肤紧致,身材苗条。 加上时尚的打扮和青春的活力,很容易让中年男人感到心动,除了外貌上的吸引。 年轻女人通常更加开放和前卫,敢于尝试新事物。 这些特质与中年男人的稳重和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年男人可能会觉得,与年轻女人在一起,能够找回自己年轻时的激情和冒险精神。 这种心理需求也是他们被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种吸引力往往只是表面上的。 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和生活经历差异,可能会导致他们在深层次上难以产生真正的共鸣和理解。 二,成熟稳重的已婚女人。 他们喜欢玩暧昧。 中年男人在经历了生活的魔力后,往往更加欣赏成熟稳重的已婚女人。 这些女人通常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成熟的情感处理能力,能够给予中年男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已婚女人通常更加懂得如何照顾家庭,处理人际关系,这些特质让中年男人感到安心和舒适。 此外,中年男人与已婚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往往能够满足他们寻求新鲜感和刺激的心理需求。 在婚姻生活中,中年男人可能会感到有些乏味和无聊,而与已婚女人的暧昧关系,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种偷情的刺激感。 这种刺激感,能够让他们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单调和乏味,从而沉浸其中。 不过,暧昧关系往往也是危险的,它可能会破坏中年男人与伴侣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因此,中年男人在追求新鲜感的同时,也应该保持对家庭和伴侣的尊重和忠诚。 三,经济条件好的女人,他们想得到好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中年男人在选择伴侣时,会考虑到对方的经济条件,经济条件好的女人,通常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利益交换的心态。 也是中年男人被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经济条件好的女人在一起。 中年男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资源,这些利益和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女人,通常也更加独立和自信。 这些特质能够吸引中年男人的注意和欣赏,只是,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关系,往往缺乏真正的感情基础,中年男人可能会因此失去对感情和家庭的真正重视。 此外,如果中年男人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与经济条件好的女人在一起,那么这种关系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 四,年轻的小姑娘,她们想寻求新鲜感。 除了以上三种女人外,还有一些中年男人会被年轻的小姑娘所吸引,小姑娘的年轻,活力和新鲜感,往往能够激发中年男人的保护欲和征服欲,让他们感到自己充满了魅力和吸引力,与小姑娘在一起。 中年男人可以重新体验到年轻时的激情和冲动,这种体验能够让他们暂时忘记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 然而,这种关系也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小姑娘的年龄和成熟度差异可能会导致她们在相处中产生矛盾和冲突。 总结来说,中年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问题,不同的中年男人,有着不同的喜好和追求, 她们可能会被不同的女人所吸引,然而,无论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伴侣,都应该保持对感情和家庭的尊重和忠诚。 同时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 中年男人应该更加理性、成熟和负责任,这样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婚姻、这段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常常伴随着各种挑战和选择,经历了青春的激情和事业的起伏。 她们在这一阶段,面对着家庭的责任和压力,然而,在这个旅程中,有一些类型的女人常常能够引起中年男人特别浓烈的兴趣,被视为情人的最佳选择。 第一种女人是那些独立自信型的,这些女人不依赖他人,拥有自己的事业和坚定的思想。 她们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给中年男人带来了轻松的感觉。 不需要过多的依赖和照顾,这种独立性吸引着中年男人,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机会,填补了他们在家庭中缺失的一些方面。 第二种女人是那些充满关怀和体贴的。 中年男人在婚姻中可能承受着各种压力和挑战,这时候,这些女人的温暖和支持就显得格外珍贵。 她们懂得关心中年男人的内心,理解她们的需求和困惑,这种体贴和关怀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让中年男人感受到了被需要和珍惜的价值。 第三种女人则是那些智慧而成熟的女性。 她们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能够给予中年男人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这种智慧和成熟让中年男人感到着迷,因为她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考和启发。 与这样的女人建立深刻的交流和理解,成为中年男人愈发渴望的体验。 然而,尽管中年男人对这三种类型的女人感兴趣,认为她们是情人的最佳选择。 但婚姻中的伦理和责任是不容忽视的,婚姻是一种契约,需要夫妻双方的忠诚和坚守。 中年男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和家庭的稳定性。 情人或许能够带来短暂的满足和激情,但却无法替代婚姻所带来的长久情感支持和陪伴。 在养老问题上,中年男人也需要深思熟虑,随着年龄的增长。 健康和长寿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他们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以便与妻子一同迎接幸福的晚年,家庭的和睦和关爱是养老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年男人应该通过培养良好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氛围,为未来的幸福晚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中年男人通常对独立自信型、关爱体贴型和智慧成熟型的女人感兴趣,认为她们是做情人的最佳选择。 这些女人各自具有不同的优点和吸引力,能够满足中年男人在情感上的需求,然而,婚姻的伦理和责任是不可忽视的。 需要夫妻双方的忠诚和坚守,中年男人在面对婚姻和养老时,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角色和责任,通过良好的夫妻关系和家庭氛围。 共同构筑幸福的晚年生活,四五十岁的男人,喜欢的女人,基本上都是这三种类型。 非常准确,当岁月悄然爬过鬓角,四五十岁的男人已经立足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梯,眼中闪烁着成熟男人的睿智光芒,他们对女性的喜好。 也许不再像年少时那般懵懂和冲动,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的清晰选择。 虽然中年男人往往更加稳重,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热爱。 那些活力四射,热情如火的女人,能够勾起他们心中被时间埋藏的火焰,他们不甘平庸。 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情,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新事物的充满好奇心,常常能够激发男人内心的热情,引领他们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挑战。 从而带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当然,爱情的世界是复杂而微妙的,没有绝对的定势。 四五十岁的男人,在生命的秋天,他们对爱情已经有了更多理智和挑剔。 他们希望有一个与之相伴的灵魂,能在沉淀后的人生中,交流精神的世界,分享生活的点滴,他们需要的可能不再是漂亮的外表或是惊天动地的情感。 而是那种默契的理解,平凡的陪伴和心灵的慰藉,一个中年男人的内心世界。 仿佛是一本厚重的书,页面上记载着他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他们崇尚的往往是那种能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产生共鸣的女人, 无论是独立、淡定或是激情,所渴求的始终是那份能够穿越时间界限,与灵魂深度扣合的感觉。 岁月悠长,彼此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于四五十岁的男人来说,他们理想中的伴侣,不仅是情人、朋友,更是落日于麾下。 能并肩看尽世间繁华和平淡的人生旅伴,因此,那些能与他们精神共鸣,生活同频的女人,无疑是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拍档,在人生这场没有彩排的戏中,真诚和理解构成的伙伴关系,是他们最真挚的追求。